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老王乐队在本届金音将入围了最佳新人奖,并以MV点击破百望的补习班的门口高挂我的黑白照片这首歌,入围最佳民谣单曲奖,将和前辈陈生的作品《碎花争夺》这项奖,得知入围,老王团圆说,感谢评审青睐,谢谢金音,到时间最近老王乐队正在进行隔壁的访客巡演, 今天得知在金音奖入围两项奖,团员谈到入围心情,很平静,继续努力,但听到入围,还是有觉得被肯定,也为其他入围的好朋友感到开心,好作品都应该被听到,被肯定。 之前老王乐队曾移我还年轻,我还年轻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评选为十大单曲,而这首歌也受青睐,成为国内知名租车公司广告曲。 虽然歌词稍作修改,但不少人听了更注意到老王乐队,这次金音奖,老王乐队将力拼入围大赢家吕施轩,还有同样深受歌迷喜爱的告误人,以及无望合作社,黄宇少等对手,争夺仅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。 老王乐队入围两项金音奖,翻射字典书。